在那个山庄里边 对 然后说一说她认识我 我们是 你们是两姐妹 亲的呀 来站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 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像不像 像的扣一不像的扣二 对 没有不好呀 我跟你说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讲 那个那我们 我先去找金姿了 好不好 拜拜 拜拜 金姿 你去哪 我跟你说你别跑 去哪呀 你在外面玩啊 不现是吧 他们都说不现 外面玩什么 我去哪呀 去哪里 不可能 去什么错 去什么错 他们都结束了 结束了吗 你才结束了吗 那我们去唱歌 叫他们别猜 好吧 哎他们又在说我见一个爱一个 其实不是的 你拿去 不玩了我 吃醋了呀 真的吃醋了吗 吃醋了吗 说阿姨们 吃醋了吗 今天是不是吃醋了 吃醋了的扣一 那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你们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所以说你们在这 对吧 有个车 哎 无走 今天过去给大家复复的好了 哈哈哈哈 你辛苦了辛苦了 对 没明白啥意思 一会给大家剪好吧 现在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没有 啊 不吃醋了 prime你们觉得 觉得金子是不是吃醋了 没有 吃什么醋呀 本来 本来美好的食物就是要给人分享的 美好的食物就是要给人分享的 说阿姨们 那个 咱们一起先 他说小腹不会的 金子是 对 小腹不会的 怎么可能呀 对吧 小腹对金子一片痴心 是吧 醋意到发吗 那直播间呢 这么说阿姨们 吃醋是代表什么呢 说阿姨们 不代表什么 我没有吃醋 什么是吃醋呀 你这人谁吃你的醋呀 他们又在说我了 他骂我了 小腹的心不稳定啊 这还不是很漂亮的呢 那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金子漂亮 还是前面那个女孩漂亮 不要拿我跟别人嘴好不好 咱们金子漂亮的扣衣 好不好 不是 不是你要自信呀 你怎么一点都不自信呀 对朋友多路宽 对 你看都说金子漂亮 来说说啊 你以为叔叔阿姨们的眼眼光是雪亮的 而且小腹也不至于对不对 小伙子靠不住呀 小伙子靠得住啊 小伙子靠不得很 失串了 啊 失串了 什么失串了 什么失串了 因为人家人 那你猜我家没家 不知道 你要家的话 我愿意介绍更漂亮的 特别特别多漂亮的 叔叔阿姨们 你们看到我家了吗 看到了都扣衣 没看到扣二 那不金子你给我介绍几个漂亮的吧 刚刚那个不漂亮吗 看到的扣衣 没看到的扣二 只有三个人看到是吧 去摘棉子 哎金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呀 你不能生气呀 家不家有那么重要吗 对呀 家不家有那么重要吗 你是不相信我吗 还是什么呀 你是不相信我的 一片痴心吗 还是什么 还是在质疑我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有质疑 啊 没有质疑什么 女总喊你去吃饭了 女总喊你去吃饭了 应该是不相信我 是不相信我了是吗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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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呀 他们说 都说我花心 所以你 那直播间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我把我的微信打开给你们看 我们给你看我家没家 行不行 可不可以 我把我的微信拿给你们看 好吧 你们就 咱们就评评你 你们觉得我家了吗 这不是家不家的问题 现在不是纠结的是你家还是没家 知道吧 那是啥 没啥 没事 这样的话我控不了的 真的 所以你就是失算了呀 你突然冒一句冒一句 你开玩笑又不至于这样子开呀 富贺女总叫我们去吃九大碗 九大碗 九大碗 是什么 在演习嘛 他们今天丰收节目 九大碗 要不要去看一下 这是你的原因 不是我 这样子是让我比较尴尬的 要不去看一下九大碗 我看到一个帅哥 但是我不能让他出镜 我也看到了 我也看见了 他还过来跟你打招呼 他还给我打招呼 哈喽 我们在直播 在直播 他久不见是吧 你在这里 那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相不相信我 相信我扣个1好不好 你还拍视频吗 我给你出个镜不 不 你们在拍视频是吧 嗯 拍的怎么样吗 拍完了 又需要拍照 下来那什么 下来你跟我联系 有点事可以给你 可以 我们说有时间一直过来 一直拍拍的镜 可以 金姿小富不可靠 哈哈哈 不是 我们我们那什么 做不见的家人们 那个 你给他们说一下 你为什么要那样 不然他们肯定会说你 莫名其妙 你遇到一个美女 你就突然说 家不家位 可不可以家位 我跟你们说啊 你给她说一下什么 我是没有家的 我是看金姿是什么反应 然后金姿的反应 让我很满意 知道吧 是吧一百 所以说我特别开心 你们那么说我我都很开心 对不对 是吧 是吧一百 这个你们放心 我加的 我拿我的手机去加的 我是说你越描越黑 我说根本就没加 你知道吗 小富心不稳定 你们随便怎么说我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那个 小富没自由了 现在还没和金姿结婚 信任是感情的基础 是金姿该信任我吗 叔阿姨们 是不是金姿 是不是金姿该信任我 是的 咱们扣个1好吗 这边有美女 戴帽子那边 没穿衣服 需要考验是吧 咱们9981烂 才多少烂 对吧 这点考验都经不起 那后边 我妈那根本拿不下 说实话 对不对 是吧叔阿姨们 说实话 你们可能看我和金姿很长时间了 我对金姿怎么样 你们自己心里边有数 对不对 你们不用来道德捆绑我的 真的 你们我对金姿怎么样 你们自己都能看到过的 你们都知道 对吧 所以说我呢 金姿的这个反应呢 你看温暖姐姐说了 不考验了 她的进步 刚才那个女孩 刚才那个女孩 我也不认识她 咱们只是说和她打个招呼 对不对 大家一起 不可能说见着面 咱们打完招呼 咱们开个小玩笑 对吧 这个不存在吧 我认为 对不对 本来就带大家开心的 对吧 金姿不舒服就对了 不舒服我心里边开心的 你知道吗 因为她在乎我 说实话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叔阿姨吗 对了咱们打个对 是吧 所以说我跟金姿解释了 心都给了金姿了 还怎么给不了别人的 对不对 是吧 对 所有的 哇 金姿 你看到吧 你不要不开心我 你是吧 哇 是吧 所以说你们叔叔阿姨们 我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对每个事情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归根结底 还是那么一点 我们都希望金姿好 我和金姿 其实说实话 我心都已经全在她的身上了 吃醋了 对的 是有点吃醋 但是吃醋呢 这个 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以后她跟我去成都了 我成都认识很多很多人 不管是异性的 什么样的 对吧 我不可能连跟别人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 是不是叔阿姨们 对吗 她说不说这个事情了 不说这个事情了 不说这个事情了 哈